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即時工糧 我是林子彤,繼續有Stanley 你好,大家好 我到此提醒大家,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入204-6566問下我們專家的意見 或接種問題,電郵到ASK、BizChannel Corp 或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還有準直播 大家開播,以及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市場非常窄幅,恒指跌65.19677點 國企指數跌4點,6690點 大市成交652億多 都是很少的,成交 看A股,反正市都沒甚麼好說 看A股,A股的common一般 上證跌大百分之一 3282點,跌26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近百分之一 暫時跌一百零一點,一萬一千零四十一點 互深300指數跌百分之一,跌40點 3,950點 A股,你說上不到3,425 真的沒有好過 真的沒有好過 跌了百多點 是呀,還有 現在都是Idaylow的位置 是呀 而且,其實成交量都縮了 你之前說,連續有很多過萬億 是呀,昨天只剩下9千億 但現在A股,加起來大概6千多 真的好強 其實這個現象不是好事 A股,A股不行了 港股是閹下閹下的 又不是不斷直落 是呀 你只是在這些 跌得不多 19,600 19,800 走來走去 是呀,就是在這條二零天線走來走去 就是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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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它又跌得不是特別多 其實如果你說真的宣二零天線 確認了的話 跌下去又不意外 但是它又摸摸摸摸 而且一件事 其實你見那個 叫做那些股份 今天就是升回一些科技股 要是撐著牆 但是一些中突股 還未止四兩次之外 變成了市場好像是有些 又是不上不下的情況 其實是滿 很多人都是說 就是之前不是中突股 內銀、內險、勸商 全部啦 中交建那一堆 那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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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買了 現在停了幾天 出到你不想看 但是有些人就說 分著買一些 我覺得中概股 說真的 中概股你真的玩完了嗎 我真的覺得還未 我真的覺得是未太快完結的 那一個故事 但是問題是說 就是要看買一些什麼股份 你說買好像中交建 中鐵建的一堆 我真的不敢買 其實你最主要 有些股份是真的 就是問心 甚至乎你有一些 那些中資金融股 好像內銀那一堆 我真的不敢買原因 因為那些股份 基本上的增長 你見到真的不行 其實你買這批的股份 就掉下來也好 你買一些 起碼有些業績 有些衷勁的股份 不是這些 所以內銀我都是沒有一杯茶 基建也是 基建這些我掉下來也不後悔 但是其他那些 甚至好像 譬如說由股份那一堆也好 如果有些百八三的股份 再增加多一點 我真的又不怕買 還要買一些 百八三 雖然你說 它那個人的增長 真的有機會真的會慢下來 但起碼它的顏色就頂得住 這些就真的不怕賣 但是你看它又是不要增加 又增加不下 中二棟去到66元 70元不到 下回4元下來 所以這些 這些再增加多一點才買 而且我經常說中二棟 真的我不覺得 就是那句話 我真的覺得中二棟不值這些價 不值但是如果我們買下的 等收息都不欠那幾元 你不會因為那幾元而賺 所以變成你喜歡跟這些 你買有貨底的 你最好貨就拿 這些拿又真的不會死的 只不過你可能有機會要先捲價 但是收息是不能回的 但是你說通理由沒有力 是啊 完全真的 那個經濟是沒有動力的 但是這件事又很奇怪 就是你看它那些 又好像沒有措施做過 那一刻真的 嗯嗯嗯 就是這一轉呢 真是真是奇怪 內地經濟沒有動力 其實香港經濟也沒有什麼動力 是啊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這次 其實呢 中概股那個中突的故事 其實你可以說 是多懂得按道理 叫售售的 是啊 因為你真是說 它有低PE這些東西 那真是 真是叫做 是OK 就是別人聽下去 你會覺得 I make sense 當然你說 背後是不是真的 還是為什麼這麼便宜 那麼便宜 但是起碼 你說出來的時間 是真的有個叫我 好像有些衝勁給大家 但是 可能是經濟的狀況不配合 就是大家對於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解釋經濟狀況 我們說是復償的 是OK的 你還有這些Story的話 整件事真的很正 但是你沒有 可惜你真的沒有 所以真的是煩 我覺得不夠持久力 不夠 不過Kevin 其實嚴格上 今週的市場 雖然說跌了四天 但是其實跌了很少 跌了很多 跌了很少 跌了大概三百多點 不是跌得多 是 因為都是二萬點而已 不是跌得多 但是有時候 你覺得悶 或者是 是真的 好不容易 大家都 都不是很想看 是的 貴檢又沒得玩 很多人都已經忘記了貴檢 已經有76隻 你還要加多兩隻 還有你加那些 現在都不方便 是特別好的 有些又說 你想加什麼 京東健康 但是這些 如果進入也好 大家都不會買的 說真的這些就算了 現在你要炒貴檢這個因素 就像之前的時間 有時突然就這樣說 你只有十隻的時間 你加多一隻 當然大家可以搶 現在你七十多隻的時間 加多兩三隻 就算了 你剛才說到理想 昨天 我不記得是JP 還是Morrah Stanley 有份大安報告 說理想股價年內會 double 聖誕節之前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你之前說 他出了份業績 其實都可以 OK 但看賣車賣成怎樣 L9好像是貴車 看看買得行不行 如果是多少錢可以賣 車股現在你算不算 覺不覺得它是首選 不覺 車款首選也是沒有 都是一二一 給阿迪 都算是的 你想又看它 看看下一盤數可不可以 理想 對 看看下一盤數 因為車股 有時你這一季可能很好 但你真的不知道下一季 搞哪些貨 突然間可能說 因為我有些新的車要出 可能新的車要停一停 或者突然間加大R&D 這些東西搞不定 所以你想要你今次的業績 我們只可以說 是叫做好過預期 或者是叫好 或者是收貨 但是你說它有沒有延續性 真的不敢說 車股是一個挺奇的辦法 你想回頭 其實小鵬 有一段時間小鵬的股價也很高 因為小鵬之前 有一兩兩一季的數目很漂亮 但是才不會以為 你以為那個季之後就死了 因為它那時是類似說 那個季很漂亮 但是下一季之後 那些車已經是 賣車的量 得到很厲害 原因就是 它生產線 要重新調配一下 有些新車出來 新車又不能買 然後就死了 真是怕前居之鑑 是的 還有它這麼大的裂口 我都怕它要補 有機會的 而且至少沒有汽車板塊 我亦都覺得真的不需要急 你真的那些解釋 你見到它 真是到時再行 很厲害 你追路會比較安心 因為大行這樣看 雙倍的話 又好像很吸引 那故事 等於好像 你現在那些行 可能那些什麼 騰訊的時候 我都還看五百多元 這樣嗎 這樣 撤到二都真的不大 剛才你說海油 下一點可以買 你覺得會下到什麼位置 這些 其實沒有你這種調整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真的回心一點 十二元左右 但其實你看到它 今天也跌不下 今天你看到它 這一刻也跌不下 是啊 很硬 超硬 下回一條五十天線左右 是 上次也下過一圈 幾次也下過 是啊 但你叫它頂路 只不過這隻 你現在帶我策略上 你就買來收息 MY是這樣的 138一穿進去 就是這麼誇張的 7.9.9 是啊 但真的不是第一次 一穿進去 因為 其實按道理 它上個禮拜 前日應該是 前日 前日應該是去賭 不過它也沒有賭 因為國運費價格 是啊 急跌 跌一整個月 它也沒有跌 很奇怪 但現在 我們說是7.4這些位 7.4這些位 本身是拿來做防守 下回這些6.9 6.9 6.8 6.9 6.9 這位置 都不是差很遠 看圖是這樣看 但你說 用運費價格 是令人害怕的 是真的覺得很急 而且我都找不到原因 你知道淡是淡貴 是一樣東西 但是不是淡貴 對得這麼厲害 要對得這麼誇張 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轉回王貴 暑假 其實 遲多一兩個月左右 就是7月 是啊 但問題是金鑽 是升得很急 如果跌得很快 其實金鑽是有一點奇怪的 平時是 不怕我 好問題 不過那句 我真的擺不理它 再跌 我可能真的會認真考慮加多煮貨 沒有 跌得這麼多難得地 又再加一些 只不過 是運費價格 你捉不到它 因為有很多文章 其實 還有一樣東西 昨晚美國的這些股份 才很厲害 所以你都呆了 那隻 美國那隻 我看著它升得很厲害 又是運油船那些 是啊 剛才說的一成二 哈哈哈哈 整件事都解釋不到的 會不會它們的船 來自的地方不同呢 河門都是去那些 那條線 如果你說這個是去美國那邊 可能你到中東 或者那些地方去美國 那些那些走回來 另外如果你回到一森巴的船 這個是非洲和中東 去寧波港那邊 寧波港那邊 韓市有些不同 分別 但是 你看到運油那邊的那些 不然大家已經儲夠了油 所以又令到 不會了 不會了 只不過你之前 因為很有趣的 有個說法 之前因為俄羅斯那邊 它不是減產的 有機會令到 有些運油的那個需求 就少了 因為油會 少了油會供應 但變相之後 你連船 可能你另一轉 船就沒有減到 在那裡有機會 船可能運力會多了 因為它減價 但是問題是 那些跌法有些都不合理 其實有些減幅 真的有點誇張 不過沒有的 就是大家 過去這幾個月的時間 都看著這些貿易 大家都知道的了 它升得厲害又跌得厲害 即它升得很快 跌得很快 哦 說內地很多煉油廠做檢修 要它們檢修完 都兩體了 兩體了 不是 我覺得很多原因 這個都是其中之一個吧 但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這樣算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Tony 照你這樣說 其實如果你這樣算 它除了一些東西 檢修完之後就沒有升 還有這些都是要有的 所以變成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六個多的位置是甚麼位置 這些幣 是啊 但是那時候運費價格 都沒有那麼低 真是很壞 但是沒有的 其實我覺得 其實按道理 如果你用我之前說的那些東西 有些油船油不夠 有水耗量又會多 其實這些 如果你有這些情況出現的話 不用怕 有時候突然轉 有些東西掉下去 你不能解開那一刻 你才害怕 如果你好像Tony 華雜 這種情況之外 這樣就能解釋得到 這樣才會合理 資源股為何跌得那麼厲害 是否因為匯價斜了上去 不是啊 資源股為何跌得那麼厲害 是因為昨天的數據 美國那些經濟數據嗎 不是 中國 中國的經濟數據 CPI 不是 那些 中國是甚麼 新生系統那些傳媒 就是那些傳媒 你看上去昨天的數據 反映到經濟真的不行 這些就要跌 那你再納到美金 又上去 如果你的經濟不行 你還不搞那些中核股 雙面就是其實按道理 其實我覺得 其實反而數據越差 它才會越出招 我笑話 我覺得是 其實 歐行 昨晚 美國跌 是因為地區的銀行 又再來過 又再來過 那些股價波動得很厲害 不過就這樣說 美國真的要跌 真的不跌不行 DOW一定要跌 DOW 我覺得美國真的要調一下 其實它這次沒有跌過 那是調DOW 標普 還是NASDAQ 我覺得是NASDAQ 應該是NASDAQ追跌 我覺得是NASDAQ 今年很厲害 知道嗎 很多人提到 NASDAQ今年 應該是一成兩成 那你會不會買NASDAQ反向 不會 因為我是覺得 是會 隔落 我的股份跌 我買股份 我買反向東西就算了 我之前那次都害怕 之前那次買的三倍 那些 輸過錢 然後就不用了 NASDAQ 是NASDAQ 但色口見頂 應該對NASDAQ 都是好事 NASDAQ今年升了一成八 你知道嗎 其實是 是很厲害的 這麼厲害 一六八四的路上升 一八四的路上升更多 更誇張 所以其實你說 美股 是因為那些企業業職好嗎 其實研究上炒 即是說AI這件事 真是 真的有威脅炒了上去 而且因為NASDAQ 最主要是說 那些大蝕的公司 你猜測動得很厲害 它計算那個 那些蘋果 NVIDIA 就是重磅那些 都很厲害 所以它還未算得那麼厲害 所以你網上的指數 你覺得 真是兩回事 港股這邊的科資 很多人都說 現在買美股 買美股多於買港股 是的 港股這邊 這個科資 還會跌幾百分之六 六、七 好像香港這邊 你看看 自己的 沒有可能會減息 通脹 剛剛我同意 美國不會有減息這個空間 我一定不相信 我真的 美國我都不相信會減息 但我都不明白 但不會再加 兩蟹 又說昨天那些甚麼 PPI 升幅會那麼大 還有新領事業救濟人數 多一點 新領事業救濟人數 現在還派人過市 就不理會他 但是美國那邊 加多一次 息都真的不奇怪 至少你的通脹還是高 4.9是否已經是低呢 它也不是低 你見昨天那些聯儲局官員 有些出來都說 你根本上是不可能減息的 但他們都說通脹那麼高的話 有機會都會中價 但是我覺得現在沒有的 現在 如果你解釋過 去加多一次息的話 市場就未必是完全接受不到的 但是減息 如果你有炒減息的話 真的有點疑似 沒有可能減息 再加不可能 加持 加持 受不了 但是銀行不會再多幾間 那些銀行會爆嗎 其實呢 就這樣說回 為何他們會爆呢 是真的 那些存款走的 昨晚也是的 昨晚其實你看那些 地區銀行為何跌得那麼厲害呢 是有一間 那間是不知哪一間 說存款一個月沒有了一成 嗯 然後又再擠提了 怕 怕而已 這大問題是說 其實你想回頭 只要有銀行 我爆也好 我有一天去 takeover 接它的話 為何不需要 你要一間大東西肯接 大根大東西大前提是 它接不到 嗯 但是你想想 如果這樣計 接不到就沒事了 以前你連接不到 就突然爆 那一刻就嚇死了 但是你現在 金融公司的那些錢 大把錢 你當作一個 其實你想想 現在的情況是說 整合而已 比大那些更加之厲害 這樣做而已 所以其實你說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其實美國那些所謂的問題 怕它爆的問題 其實不是問題 因為你當間公司不行 有人takeover 就這麼簡單 嗯 只不過現在是信心 你突然間 銀行爆一下爆一下 你會害怕 你有信心危機的時間 你會加上那個down的東西 所以你見 其實美國這一回合 比我想像中 是很理性的 你見那些股是跌 某些的股份是不跌的 你見到其實市場 是好像能感受到什麼事 因為通常是IAG的話 跌到七彩 其實現在美國不是 美國這一段時間 是只剩下那些股份跌 其他不是好跌 即是有些二、三線銀行 有擠提風險那些 金融股比較差 但是其他股不差 所以這一轉 其實你問我 我一點都不擔心 這個情況你不擔心 但是你怕是怕什麼呢 怕債務上限好過 那一段時間談不上 反而麻煩 我覺得 都經歷過這麼多次 債務上限 每次都談得到 大家的過程 你會比較麻煩 但大家都上了這麼多年堂 這個債務上限 所以就是如果它解釋出來 是不行的 就買 即是如果你解釋出來 這些消息 不不行的 那次倒閉的 就買 但是還會這麼大反應嗎 就是還會令到事 大問題是 你一旦真的 雖然說它談不上 你在那邊玩 拉腳的話 真的會死人 反正那一刻談不上 真的會死人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最糟糕的情況就是停靶 以前過往很多次 停靶試過 那一次是 因為你停靶暫時停靶了 是的 但這次真的沒有錢 沒有錢 真的這次出事 民航這次是因為很快 這次是六月 六月後已經不行了 我覺得是 債務上限制 共和民主的香港 一定是 但只不過 他不會被這件事發生的 當年 黑林頓試過一次 我記得 我記得 黑林頓嗎 那時試過 黑林頓的小部署 試過一次 但那是短時間 好像停了十多天 即是那些政府部門 有些事情發停了 無雷術 是的 但你這次去到圍獄就很厲害 不會 牛熊我覺得不會 他加兩三次不會 加到 最主要 牛熊 如果那個trend 本身你說現在 那個通脹是很高 而且是不下降的 他加兩三次就不奇怪 但當你的通脹現在在下降的時間 其實你又不需要加得那麼狠 而且你看那個PPI 都是跌的 sorry 升幅是比較縮促 這些反映就是通脹壓力 慢慢舒緩 所以你說加兩三次不會 但是 兩次都不敢說 但是 加到三次就應該 應該就很難 很難 一至兩次 加三次香港我息會變成怎樣 我P會 沒有啊 六的 一定會跟上去 沒辦法 但是 但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你真的當它加多一至兩次 即兩次是頂空的 兩次頂空 但是一次 我覺得是合理的 即至於現在的情況是合理的 那之前 即我們加息就是想那個美金的情況 如果 可以反算的 有機會 反的 所以我看到美金 我看法一直都說不是太悲觀的 因為我就是覺得 大家在 因為大家一直都好像 由我來說 覺得好像會炒減息 但是不會可能減 而且問題的那個匯率 你看到之前的時間 就好像薄去減息 所以才弱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其實這幾個月時間 其實會市沒有那麼波動 相對我們之前 你想一下 日圓落到5.4 英國那些有狂兌 但是日圓都在兌 日圓都是差的 日圓都是兌回去的 5.78 5.75.8 但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很多地方的息口去向 開始明朗化 即是跟之前很明朗的情況 有不同 你明朗化了之後 其實那些東西就定回去了 真的不像之前 但是要顧一下 所以 如果你在美國 我當你加多一次息的話 其實市場反應都不會很大 但好像牛紅華仔 加多兩三次的話 會反轉的 即是美金會強到很嚴重 因為 現在歐洲的情況就是 歐洲都有機會再加 但加2.25 都可能有機會再加上去 英國那邊 應該就加上一次 未必可以再加 它的經濟狀況不一般 而且它的通帳壓力 它好像都下了一些 歐洲的經濟狀況 不是應該還差了英國嗎 是啊 是的 但是它不能不交 它的通帳更好 再加上一些 你沒有辦法 你始終你 俄烏那邊那堂東西 你還是拉著 那你沒有辦法 但是 你說美國如果 但美國是多加一次兩次 你如果加一次一次 一次到 但是美金強的話 人民幣弱 你說的又差了 是啊 人民幣真的差一點 現在人民幣的匯價都難搞 所以你見過A股 又是現在在低落 沒有辦法 如果是這樣 其實大陸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 它才搞一個中特股出來 可不可以這樣說 嗯 我覺得它 其實我對你 是想整體去做 但是 點兒可以做一些 和不做一些 其實如果你想想 你將特股這個東西 再配合一些政策出來的話 其實可能氣氛會很好 那政策是什麼 沒有 沒有 即是沒有政策 即如果你解釋 你可能聽了一些刺激方案出來的 其實你配合這個東西 那個炒作的話 其實是一適合的 它現在是不是不是想那些 降準 減息那些 沒有用 不是想這些 想其他的方法 你減息 你今天都減了 今天都減了 你今天去都減了存款式 你減了 但是也沒有用 是啊 有牛紅 浪得很慢 但是也在下跌 就是它是在下跌 而且雖然是慢 但是這件事 真的是一個過程 就是因為有幾個東西 通脹如果突然之間 可能由5到3的話 一兩個月之間這樣下跌的話 你也會害怕 哈哈哈哈 是很突然的 所以其實這樣 慢慢下跌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情況 現在是不是叫做 硬著陸 軟著陸 沒錯 如果這樣的話 硬著陸是死定的 真的死定的 所以你這樣做法是最好的 是的 真的 所以它明白 你的收金庫衛政策 它會 但是它不會好像 突然之間變得那麼快 嗯 再加兩支股 撐不住 哦 那就看你什麼 是怕銀行撐不住 是的 你的科企 都資本 資本很大的 但是現在不同的是 因為你有很多大公司 都有很多錢 你加息 你會不會真的好 那一件壞事 坦白說 如果我們想 就是息口見頂 今天也有些人說 八二三 六到五十元以下 其實又可以長線 這次有人這樣問 是不是 長線 都可以軟 一百二三 還有它說可以撿平貨 它集資 之前配股就是打算 看看有什麼收購 和合併的機會 是 不過我對它上次的做法 都是極致 不買 不買 所以這些股份對於我來 其實買是可以的 但對於我 我就不買它 上一次是那件事 我是不喜歡的 都是個人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是純粹以收息的角度去看的話 那你用六里息 可以的 甚至乎如果你能選擇它的話 你選中圓棟也可以的 中圓棟現在有六里的 六里七 那好像中圓棟好一點 有沒有錯 所以你想鞋那些要選的話 就是兩隻要選的 那你選中圓棟可能中數 是不是 所以現在你選這些股份的話 或者選這些 就是用來收息的 其實都比較回額 那你哪一隻是高的 而且穩定的 就選擇了 所以中圓棟這些 如果你解釋買 要買八八三 這個買八二三 那你覺得中圓棟好過 真的是 還有我想問媽媽媽媽 為什麼會兩天這樣抽上去 昨天還未試抽 抽三百分之 今天去過八十五個半 現在仍然在逆市上升大 我覺得是兩個原因 我也想過一個情況 第一是甚麼事 京東 關於京東市 京東的業績 其實就是 如果你拆開來看 京東是有些 那些裡面是OK的 其實有一部分 是一些廣告收入 你見到它都OK的 就是一成多兩成增長 你這樣計算的話 所以阿里巴巴都有衝勁 沒錯 而且騰訊也有 騰訊? 騰訊也有這個 它公公義務 那邊也有多的 是 但是昨天不是升騰訊 只是升阿里 對 因為阿里還有兩個原因 應該就是因為 軟銀化那邊 差不多減少了 哦 陰賣消除 沒錯 所以升這兩樣東西 所以其實你都可以說它是 抵抗它 就是昨天那一刻都想漏了這件事 但是你不能解釋這件事 但是其實… 因為到下午才彈上來 差不多美市才升得多 因為美市公務 原來好像出了一個 類似消息說甚麼 它的願期入約 沽了這個阿里 4%兩天 是啊 但是… 這兩個消息可以幫到它多少 帶到它多遠 有些是要長線的 你現在買阿里巴巴 是啊 那你看一下 似乎回去 下個星期 還是後續的業績表現 有甚麼狀況 你會憧憬阿里巴巴 還是寧願的阿里巴巴 因為你買阿里巴巴是沒有息的 你是憧憬股價有增長 你有錢落袋 是假的 還是你現在都喜歡一些 有息派 兩件事 我覺得兩件事有些 沒甚麼是OK的 其實那個計劃應該 有些是進取營 就是可能放一些 你當是炒 甚至你覺得業務會增長得很厲害的 就是騰訊這些 但是你另一些 沒有買一些 可能真的偷適用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的 那個計劃大家自己可以 想一想 但是市場很明顯現在是頑皮的 就是頑皮 你見我們說一下時間 失敗成交 成交度不算少 但是市場的走勢真的差 A級差嗎 A級真的差 A級是成交不多 跌倒全部跌,大部分之一 鍾兒洞跌倒百分之三點多 是的 鍾兒洞是甚麼 真是甚麼 真是上不去 70元 你沒辦法 等於當天都說70元 我都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了 幾次都來到這位 是的 上不到就下50天線了 下一點 大家買都很安心的 想殺19500的牛 好 如果你有牛熊的想法 即牛熊的倉位 通常是邊一邊 從未插邊一邊 現在還會玩指數嗎?悶到這樣 牛熊 只可以玩指數 它就不會玩 Code 一定是磨死你了 磨死你了 磨死你了 因為是過股 你過股 你這陣子的內人股 那些鍾兒都上去 一定是 那你放內人股的 Code 都很傻 但指數真的很悶 等待 而且很明顯 可能轉過頭 晚一點就上去 現在看到它的指數跌80點 可能轉過頭又沒有東西 但就算你有槓桿 也不會動得很厲害 太窄幅了 其實這個波幅 現在大概是280點 每天都是這樣 我期待如何做兩次節目 沒錯 這次最壞事件 太靜了 但幸好大家有聊聊天 聊聊一些 可能有比較雲觀的事情 好了 706億成交 星期五 大家繼續看下星期會否好一點 希望 希望 看看晚一點 A股收市之前有沒有機會 可能會回到一些 好 很流行的 A股臨收市之前會回到一些 希望 希望 現在還在低賣 是 Stanley 有沒有持有上述投的股份 有跟大家申報了 好 全宜的東西又紅 是穩固的 但買入的價格 真的有耐性 不要太高追 我相信 好了 這次和Stanley談到這裡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 我們在稍後再見